继续要提醒你的是寒流易破破的来袭 依然化碳的意外频传 而消防局也特别呼吁 热水器一定要装在室外 如果装设的位置通分不好 必须要加装废弃 强制排出户外的装置 自室内则是建议要改装电热水器 以免意外的发生 寒流一波一波来袭 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民众很容易因为气温降低 而紧闭门窗 让环境通风不良 所以宜兰县政府消防局 特别呼吁热水器一定要装在室外 如果装设的位置通风不佳 必须要加装废弃 强制排出户外的装置 至于室内则是建议改装电热水器 以免造成氧化碳中毒的意外 前两天台中就有发生不幸的事件 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 应该装置在适当的地方 并且要打开窗户进行通风 假设装置的地点没有办法通风 应加装强制排气设备 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 另外对于家人在洗澡过程 万一有一长时间没有办法回应的话 应该立即报警本局来协助处理 在这边也呼吁民众过年期间 特别注意有关液氧化碳的中毒事件可能发生的状况 也呼吁大家要慎重使用燃气热水器跟瓦斯鲁 另外消防局也提醒如果发生液氧化碳中毒的时候 一定要立即打开窗户 将中毒者移到户外或是通风处 呼吸新鲜空气 尽量让中毒者安静休息 抬高下额 保持呼吸畅通 如果没有呼吸就实施人工呼吸 若是脉搏没有跳动 这必须要实施CPR 便拨打一九送一急救 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 依赖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